暮日光文旦 做文旦的柚子果醬 我也很期待 旁邊那邊有一些樹苗 然後這邊的話其實有個小山 就可以眺望我們整個鶴鋼 鶴鋼在哪裡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們有這邊的地理位置 因為我們當然會跟客人介紹 這邊的地理位置 因為我們這叫花蓮縣瑞穗香 很多客人都問我說 那跟鶴鋼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叫鶴鋼文旦 對啊 感覺鶴鋼文旦很有名 對啊 那其實鶴鋼是我們這邊的一個村 是瑞穗香裡頭的一個村 叫做鶴鋼村 對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文旦術 他為什麼要貼沙龍八四 跟你猜 跟我們女生有關係 跟你猜 怕曬黑 很類似 一樣的道理 對 他是怕曬黃 怕曬黃 對 所以面對陽光的這一面 都要把它貼上 對 就是防曬傷 這是什麼布啊 一般的膠帶 一般的 這算是紙膠帶 請問一下這邊是東邊 這樣子曬太陽過來 所以就是貼這一面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好玩 你問的問題 就是我很喜歡 我們客人來到這裡 一定要搞清楚 來 你可以看算得出來 東西南北嗎 我分不出來 都是山 都是山 那你有沒有發現山高跟低 有有有有有 那這邊山脈是東邊還是西邊 你現在在花蓮 西邊 對 所以那邊是什麼 那邊是 那邊是 中一頭山脈 那這邊呢 這邊中邊是什麼山脈 那這邊呢 這邊中邊是什麼山脈 那邊是什麼山脈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海岸 喔海岸啊 對 有人啊 中央山脈跟海岸山脈夾雜的中間 我們叫中骨 他在啊 現在是在花東中骨 那怎麼會形成花東中骨 你知道嗎 沒錯 所以應該是站在花東中骨中間 你可以看到兩邊的山 我們那邊是山 那我們還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橫的 世界地理地標的 這個跟我們的農產品很有關 因為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的位置很特別 地球的腰圍是赤道 那上面是什麼 北回歸線 對 北回歸線就是剛好經過我們這裡 那我們現在呢 看了這麼多柚子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做柚子果醬 我們採完柚子 還可以手做DIY 煮果醬 還可以做精油 這個過程裡頭呢 其實煮到水分完全蒸發 糖不用擔心 它就是天然的防腐劑 登登 就會變成了柚子果醬 柚子果醬 可以回家搭配我們的紅茶 這個是在花蓮的紅茶 一絲的柚子絲在裡頭 你吃柚子會不會幫助 消耗嗎 對 會嗎 有 我跟你講有些人會說 它那個吃完柚子 那個便便都有柚子香 YES 我好像沒有這個需求耶 哈哈哈 柚子啊 吃完以後啊 因為它的纖維很高 而且它軟軟的很好吃 有些水果 或是有些蔬菜有沒有 很硬 你要攪很久才能夠把纖維吃下去 柚子軟軟的 很輕鬆很簡單 我們要去吃柚子火鍋了啦 好 來 變生菜 一片 再多一點好不好 這樣 各位 這是我們的玫瑰 魔 填膜的玫瑰 好 喔我剛剛煮好的果醬 然後呢 對我們把它浇進去喔 哈哈哈哈 請問它的味道我們可以再加一顆 哇 這是我們的玫瑰 蘑菇 對 教大家一道新的料理 就是柚子果醬的炒肉片 所以一般人來也可以做這個 可以啊 我們就是跟野萃一起 柚香野萃 就是我地安玩完以後 我的果醬可以帶回家 我的果醬的份量都還夠 我還會有 就會還可以再來自己炒一個這樣 因為果醬反正也是熟的對不對 所以只是要提個味給 對 因為它是水果 東西都熟的時候我們再放進去 那底次還是酸酸甜甜甜鹹鹹的 最後熟的時候我們再來放進去 要避免它焦掉 好 我們要來吃東西 你看 浪漫目的柚子餐 這邊的柚子餐還有一個 他幫我先包好 叫做柚子生菜沙拉 加上肉片 然後再加上柚子果醬 這樣會不會炒炸了 這還好 很輕實的感覺 柚子肉片 柚子肉片 下雨了 下大雨了 我覺得我今天最大的心得就是 你知道我們去韓國不是都會買柚子茶嗎 對啊 其實我覺得我們自己台灣花蓮的柚子果醬超好吃的 大家可以自己買果醬回去就是來泡柚子茶 或者是直接用訂購的方式也不錯 這樣一杯真的好好喝 讚 營養師愛挑食 等一下我要再帶大家去火龍果 那我們等下火龍果去嘍